选择大党和霹雳江沙国旗普选今天迎来的提名日 在这场被视为是第14届全国大选风向标的战役当中 朝野政党是全力以赴 而在选情激烈的大港选区 一如早前所料 国阵 诚信党和伊斯兰党都委派了候选人上阵 随着提名时间截止之后 这个选区确定上演三角战 那么更多的详情 我们连线人在提名中心的本台记者张一柔 告诉我们更多的情况 一柔请说 是的 主播一如外界所料 今天的提名日只是有三名候选人提名 当中并没有任何的独立人士搅局 而提名程序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 10点结束 大约10点半左右的时候 选举委员会宣布 这一次的补选只有三名候选人 分别是国阵的布迪曼 伊斯兰党的阿杜拉尼 以及国家诚信党的阿兹哈 三人上演三角战 至于守土的布迪曼 他对自己又有没有信心 他表示他将会用他在州议会的重政经历 成为一名非常称职的国会议员 我们这就来听听他刚才的说法 说到今早的提名盛况呢 警方是在中心的周围驻扎了将近三千名警力助手 当中有不少是核枪实弹的镇报警察 场面的保安是非常的严密 事实上今天的提名程序呢 没有发生任何的不愉快事件 朝野双方参选各方都是以礼代合 以礼代人相敬如宾 而选举委员会刚才的数据显示 大港议席在上一届505大选的时候 投票率是达到88% 不过当局认为这一次的补选 投票率将会有所下措 不过他还是促请选民们踊跃投票 用自己手中的选票选出心目中的人民大意识 而竞选活动将会从今天开始 一连13天到6月18号投票 好的 以上是记者张以柔 在雪州大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更多有关大港补选的详细新闻内容 由我在今晚8点的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为您一一跟进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谢谢一柔 在大港选区的提名中心 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